有着丰富的水草也有生态多样性 石水科西发源在新社流到了石岗区 一路不但灌溉了许多的农作物 而且溪水还能再利用 由大电厂利用 然后接下来是农民的灌溉 然后接下来在我们的小水利 那一滴水当三次用 就在石水科西即将注入大甲溪 遇到了地形上的下坡 水位有六公尺的落差 也因此成了水利发电的契机 不管是土木工程跟 这个整个水利发电机的 这个营运 都由他们来做这个营运 跟致印这个经费 那我们地方政府提供这个场地 由大中市政府主导采币OT合作 盖出了石水科西排水小水利发电厂 启用了 发电厂不大 但是有重要的意义 如果能够善用台湾多河川的特性 各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开发 又不破坏环境 就能以绿色能源为供电 静点心理 是县市政府第一次做水利发电厂 所以我们自己也很努力去发展光电 水电 还有这个风电等等 那一年台中市境内公司加起来 大概可以发25.8亿 石水科西发电 一年可产生大约100万度的电 大约是250个加户 一年的用电量 不过电另有买主 由台达电收购 共同实践能源转型 民事新闻 徐秉康业人生 台中报道